面对日益高涨的物价,不停攀升的房价,以及优惠的贷款政策,储蓄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岌岌可危。 当次贷危机成为世界性问题时,储蓄与消费的关系再次被世人关注。 对此易经中的小序卦给了我们怎样的告诫? 通过学习小序卦,我们又将获得怎样的生活智慧呢? 台湾师范大学曾世强教授将引领我们一起感悟易经的智慧。 请继续关注小有序剧。 小序卦,它是易经的第九个卦。 这个九啊,摆在这里也蛮有意思的。 因为小序,几乎是我们长长久久都会碰到的一种状况。 一个小家庭,它经过风风雨雨, 它经过有时候找工作困难,有时候耕种没有收成, 种种的考验。 它慢慢就知道了,我们多少要有点储蓄, 预备不时之需,就是你意想不到的开支, 你要从这里来。 在很远古的时候,我们成立一个家, 为了怕野兽来侵略我们,来侵害我们。 所以我们很自然地会用草啊,会用各式各样的弄个篱笆, 慢慢就变成围墙,就来保护自己。 这样子一来,我们就会养鸡养鸭,就变成我有自己的储蓄。 我想这个时候啊,小序卦就出现了。 为什么用小就告诉你,你是只能有一点点, 你不可能有太多。 你一个家也好,一个团体也好,一个社区也好, 你充其量,你不过是小有集序而已。 所以你看,挂词小序是挂名, 然后给你一个字叫做亨。 它只用亨,它没有圆,它圆子不见了。 如果说圆亨,那就表示小小的储蓄, 你就可以大大的亨通,这是不可能的。 亨就告诉你,不是圆亨, 不能大亨,只是小亨而已。 为什么呢? 你看整个的挂像,你可以看出来四个字, 叫做密云不雨,天上有乌云。 大地等在着下雨。 可是雨怎么等,它就下不来。 为什么会下不来呢? 因为自我西交,自我西交的意思是说, 这个风啊,它的方向不对, 它是从西边吹过来的。 我们很早就流行一句话, 说云往东是一场空。 只要那个云啊,它是从西往东走, 你是等不到雨的, 就是乌云而已,不会下雨了。 云往北,只空黑。 那云呢,如果从南往北跑, 你等了半天,就是个黑云而已, 也等不到雨。 可是云往南呢,就水坦坦。 如果那云是从北往南走, 那你就知道了, 雨会下得很多。 那你可以积起来, 一坦一坦的水。 云往西,马溅泥。 如果那个云啊, 它是从东往西走的话, 你小心哦, 你的马跑起来, 会把那个泥整个都溅起来。 我们古代对天文学是非常先进的。 老百姓, 他经过长期的累积经验, 他一看就知道, 自我西交。 这个风啊, 是从西往东吹, 到最后只是乌云密布, 但是等不到雨。 而且那个时候, 你会觉得很闷热, 人很不舒服, 这个象征什么? 你看小虚卦, 它一共有六个窑。 六个窑里面, 五个是阳的, 只有一个是阴的。 这个阴窑啊, 它就发挥两种功能。 一种就是说, 它是代表物质。 阳窑呢, 就代表人。 那些人啊, 一看到物质, 眼睛就睁得大大的, 就想去要。 但是呢, 它只有一个, 你人有那么多, 人口过多, 资源不足, 以一个阴要养那么多的阳, 一定是密云不语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第二个, 它告诉我们, 你要适可而止。 你看, 一个阴, 就把下面这三个阳要往上升的, 指在哪里, 那你上升不了。 我们整个的卦象把它分成两段, 上面那一段是迅, 迅就是风。 下面那三个阳呢, 就是钱, 钱就是天。 天, 本来应该在上面, 怎么现在跑到下面来呢? 凡是天跑到下面来的, 你就知道, 它会往上走, 它一定会往上走。 因为天, 它是阳, 它又是气。 这个阳气啊, 一定是往上升的。 就是自然的现象。 这个天啊, 它本来应该在上面, 现在被你弄到下面来, 是什么意思? 就是人为物欲。 人变成物质的奴隶以后, 那你只好在底下吧, 那你有什么办法呢?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的痛苦的经验。 我们发明钞票, 是为了买卖方便, 结果人变成钞票的奴隶。 人发明的电脑, 是要给我们当工具使用的, 结果你一头钻进去, 为电脑所害。 人一旦为物所遇的时候, 你整个的钱挂就被压在底下, 你上不去的。 你看, 一个小小的一个阴窑, 就足够把五个阴窑拉得随都动弹不得。 这个会亨通吗? 可是人不储蓄又怎么样呢? 这就是让我们要去想的问题。 人应当有所积蓄, 以备不时之需, 但资源有限。 在储蓄的过程中, 人们往往会被物质所主导。 这是小序挂象与挂词, 给我们的告诫。 在现实生活中, 人们还会常常对他人所属产生谈念。 这是为何呢? 小序挂的团词, 又给了我们怎样的告诫呢? 我们来看团传。 团, 它是用来解释挂词的。 小序, 柔得味, 而上下印之。 柔得味。 柔就是指六四那一摇。 六四它是阴摇, 它又是阴位, 因为二四六都是阴位。 以阴摇居阴位, 就叫做当位, 就是得位, 而它的位置, 恰好是它所要的。 这就告诉我们了, 本来这件东西是属于它专有的, 是它买的, 或者是它做的, 跟我们其他人是没有关系的。 你现在不管硬不硬, 它都想来凑合凑合, 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 它也可以分一点。 这种状况, 我们就把它叫做小序。 小序的意思就是说, 一个小小的阴摇, 居然有那么大的力量, 可以把五个刚健的阳摇, 整个跟它续集在一起。 这个厉害啊。 所以物资对人的引诱啊, 那个力道是很强的, 很多人是逃不过这一关。 嘴巴讲都很容易啊, 哎呀, 无欲则刚啊, 当然无欲则刚啊, 可是你一看到东西, 你欲就产生了, 你就不干了。 各位想想看, 如果下潜不刚的话, 它会变成什么? 它会变成迅挂。 就是完全为物资所征服, 心甘情愿地做物的奴隶, 呼呼帖帖地, 心甘情愿地, 为你所喜欢的物, 而变得人不像人。 我想这个含义是蛮深的。 小序话与团挂只是一摇之差, 但深刻地揭示出, 人类如果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 就会走向人为物易的境地, 成为物质的奴隶, 这远远背离了我们创造物质, 改善生活的初衷。 那么, 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 才能避免这一问题的产生呢? 接下来, 他又告诉我们, 见而训, 见就是下前, 他是前挂, 当然很刚, 很健, 而且还持久, 一直想办法, 要扳回他的身份, 要回复他的立场, 所以三个羊羊基本上都是要往上走的, 走到他原来的位置, 这样才是君子应有的修养, 就是说我要回复, 把物当作我的工具, 而不是我被他所意识, 刚中而自行, 什么叫自行, 就是按照小序的道理, 能够得到实际的施行, 你还是行得通的, 因此他说乃恨, 就是因为你处在这种状况之下, 只要你改变心意, 只要你端正你的观念, 只要你养成养好的习惯, 那你自然呢, 你还是可以走上正道, 所以才给你一个字, 叫做恨, 这个恨不是原来就带来的, 而是你要去改变你自己, 你才能够达成的一种境界, 整个的卦象就是密云不语, 那为什么密云不语呢? 因为上往也, 往就是往上的意思, 一经往上叫做往, 向下叫做来, 往来往来, 上往也就是说, 下面这三个阳窑, 他都要往上走, 可是被六四这个阴窑, 把他挡住了, 把他制止了, 现在三个窑都被压在下面, 他想往上去走, 所以叫做往, 还在继续努力不断地往上走, 这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小小的积蓄, 虽然买这个也不够, 做那个也不行, 少少的资源, 虽然怎么分配, 大家都是不满意, 没有关系, 把它当作是个过程, 你还不断地充实自己, 不断地继续努力, 你还是可以把的小序做大, 那是不是越大越好呢? 其实也不是, 因为太大了, 那问题更多, 自我西郊就是说, 现在风, 它吹着风向, 你就知道了, 你是不用急的要等下雨, 你忍耐着, 你充实你自己, 自然将来会突破的。 人们常说天道酬勤, 小序挂的团词就告诉我们, 只要努力争取, 耐心等待, 终会获得横通, 但积蓄是个漫长的过程, 在物质欲望始终 无法获得满足的情况下, 我们应当保持有怎样的心态, 等待横空的到来呢? 小序挂的大象, 给了我们怎样的启示呢? 我们来看整个的大象, 四个字, 叫做风行天上, 有风你才可以观察它的方向是对不对的, 风行天上, 这个景象, 我们把它叫做小序挂, 那君子看到这种景象, 他就想到说, 做人应该怎么样? 就是做人, 当你物质的欲望, 你不能得到满足的时候, 那你要怎么办? 抱怨, 去抢, 各式各样的, 其实都无济于事了, 倒不如啊, 好好想一想, 物质, 难道是最重要的吗? 你看人死了以后, 你能带走任何物质吗? 不能啊, 因此你就改变观念, 说做人啊, 还是义文德比去积虚物质要重要, 一大堆金银财宝要留给你的子孙, 你不如留给他几部好书, 你不如让他脑筋清楚, 懂得道理, 义就是美化, 文德就是人文德业, 然后你就了解到, 人除了物质生活以外, 你还有精神生活, 物质生活是永远不满足的, 你不要在这里花太多的时间, 你不如花一点时间, 让我们家人更和乐, 更上进, 更懂得做人, 更像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那不是很好吗? 这样的话, 你物质贫乏有时候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助力, 这样各位才知道, 很多人才基本上都是从穷人家出来的, 你看那些成功的人士回忆其他童年的时候, 说,哎呀,我们好可怜哦, 连皮鞋都没得穿哦, 我是龙家出来的, 我吃了很多苦哦, 结果他很有成就, 而富人子弟, 我们不是说看他一个一个比个坏, 不可能, 但是多半他有一些习气, 你很难去改变他, 我们可以了解到, 君子行道的时候, 不见得很顺利的, 你看孔子就好了嘛, 你能说孔子没有学问吗? 你能够说孔子的道理, 讲得还不够透彻吗? 你能够怀疑孔子的能力, 不足以把一个国家治理的好吗? 结果没有人怀疑, 但是老天就是让他行不同, 因此呢, 他只好带几个学生, 你讲话果完不想听, 他就讲给学生听, 然后学生慢慢地把他的东西整理下来, 他就流传一部论语到今天, 我们还在学习, 而且非常管用, 所以小序有小序的好处, 不要小看他。 孔子行道障碍重重, 反而成就了论语流传千年, 正如孔子所说, 时也命也。 可见君子有大志, 还需要等待时机, 但在等待的过程中, 一些君子却逐渐误入其土, 从好人变为坏人, 这是为何? 我们又应当如何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雨降不下来的时候, 万物是得不到滋润的, 就表示你君子, 你有大志, 但是你经常是力不从心, 眼看了要下雨了, 等半天下不来, 这个跟虚掛有点不一样, 虚掛是人人人, 他雨就下了, 小虚会不会下雨, 也是会的, 但是他等的时间有点太长了, 很多人就耐不住, 他就不等了, 他就往别的路走了, 你糟糕了, 就走旁门邂道了, 就告诉我们, 一个好人, 如果没有经过考验, 没有经过挫折, 没有吃过苦头, 你怎么能证明你是好人呢? 好人就要样样顺, 那谁都当好人了, 那坏人也来当好人了, 坏人就是我让甜头让你吃, 那你很快就有成就, 最后你才知道, 你罪大恶极, 你自己就要去承受那个恶果, 我们一个人, 你总有还没有充分准备好, 以至于你的理想不能发挥的, 那个结果不仰, 那就叫小序, 所以有时候我们去餐厅, 看到门口挂了一个小牌子, 写作休息中, 我就很不悠然, 我都跟老板讲, 现在不叫休息中, 你叫休息中, 有很多顾客来的, 他就很懊恼, 这么时候还在休息, 以后你挂牌子, 挂小序, 他看不懂, 什么叫小序, 等于没用, 所以你要挂准备中, 那顾客一看, 对对对, 人家是要准备的, 他就心平气和了, 因此我们在解释 《易经》的挂的时候, 也是要与时俱进, 要根据现代的状况, 来从挂形, 从摇与摇的关系, 我们来加以说明, 这个叫什么, 叫做万变不离其中, 叫做全不离经, 《易与传》里面讲得很清楚, 所有的经文都不可为点药, 不能说他永远是这样解释, 不可以, 而要无一变所事, 要看这个情况, 随时做合理的调整, 所以我们建议各位, 当你很有理想, 又得到机会, 可是你发现这样行不通, 那样行不通的时候, 你要怎么办? 其实这个时候, 你就是到孔子, 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才悟出一个道理, 叫做反求诸己, 我们都希望事事顺利, 命运横通, 但在现实生活中, 远大的理想, 良好的机遇, 却常常不能实现, 针对这一问题, 公司提出反求诸己, 这应该作何解释呢, 我们又应当以怎样的正确心态, 面对暂时的失利, 避免润天游人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无缘顾倒这样, 反求诸己干什么的? 为什么这个行不通? 为什么那个人看不上我? 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这样? 所有的原因, 其实都在我, 你看, 自我惜交, 就是我自己的方向错误嘛, 我还没有准备好嘛, 那我的德性不足嘛, 你只要这样想, 你就对了, 一个人想做什么, 你就马上行得通, 好不好? 其实是不好的, 因为那就很顺, 一个人处顺境的时候, 是最容易出差错的, 当我们有一毛钱的时候, 我们就想到, 这是小序的开始, 因为一万块钱, 也是从一块钱, 一块钱这样积起来的, 所以我们常常问很多人, 说你在路上捡到一块钱, 你会怎么处理? 捡到一块钱, 我在阴沟里面一丢, 有啊, 现在已经有这样的人, 捡到一块钱, 一看, 一块钱用脚一踢, 那这个人一辈子会怎么样, 八九不离十, 各位应该很清楚, 不可能成功的, 修养不可能好的, 这就是他的人生观, 就是他的价值观, 看到一块钱, 把它捡起来, 就算你不要, 你也把它放在, 比较显明的地方, 看谁要, 我给他, 这是一种, 捡到十块钱, 把它花掉, 这又是一种人, 第一种, 看他一块钱, 然后一看, 这一块钱, 大概也没有什么始祖吧, 丢的人也不会在乎, 就找了, 我把它存起来, 积少成多, 这个人将来成就就比较大, 你看所有人都有这个经验, 当你想买一栋房子, 你去问多少钱, 他说二十万, 你心想糟糕这个二十万, 我现在一个月, 才不到一千块钱的收入, 那么多钱, 积啊, 慢慢小叙, 积到二十万, 可以买房子的, 你去的时候房子五十万, 好,再来, 当你又积到五十万的时候, 房子一百万, 这就是自然规律, 给我们人生最大的考验, 看你怎么在反应, 因此小叙卦告诉我们, 一切一切都是从小开始, 那我们就有一句话, 不要因为善小而不为, 不要因为恶小而为止, 那一句话, 应该除序还是要除序, 不管结果怎么样, 应该花用就要花用, 加起来只有八个字, 可以永久使用, 叫什么, 当用不审, 当审不用, 你该审的, 哪怕是一毛钱, 你也不能浪费, 不能说我很有钱, 我花个败一百万算什么, 不能, 因为意义是一样的, 你的一毛钱跟他的一百万, 有时候是相等的, 我不该做的事情, 就算有天大的好处, 我坚持不做, 我这个钱, 我该花的时候, 我不能未了, 我要存起来, 买房子, 就把该做的事情, 把它抹杀掉, 那就不叫小序, 小序, 他的目的, 一定是为了大家好, 所以为什么上面是个殉挂, 殉挂就是它是很顺的, 不是腻的, 它呢, 是无孔不入的, 其实那个风一吹起来, 它是无孔不入, 没有人抵挡着住的, 所以人一看到东西, 就起心动念, 想要想要想要, 这是最糟糕的一点, 那你什么都想要, 你就痛苦不堪, 你一定要从小就养成习惯, 我要怎么样, 其实是小序挂的宗旨, 以小养大, 你看以一个阴窑六四, 就可以养五个大的养窑, 因为义军它是阴小养大, 所以以一个阴, 它可以续养五个养, 这很典型的叫做义小养大, 怎么样, 我们下一个单元, 再一起来讨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